HELLO 大家好 我是優美美 Chefy 我是一個香港的女藝術兵 想分享一個《靈異》的經驗 話說 去年年尾的時候 去了廣州花刀工作 晚上 回到酒店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兩個人 一間房 去 我就睡覺 如常 然後我隔離床 另外還有一個女生睡了 然後睡著睡著 我就聽到 喂 一聲 正常你睡得那麼鬆鬆 但聽到聲音叫你的時候 當然會 咦 什麼事 看一看隔離床 但她又沒有回應我 然後第二次聽到 喂 這次是很近耳朵 喂 然後我再看一看隔離 然後她又醒了 她又問我什麼事 然後我說 你是不是叫我 她又說沒有 然後第二天 吃早餐的時候 就說起這件事 原來她也是同一時間聽到 喂 她以為是我叫她 那一刻聽到都覺得有點無管動